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加我们不获第三届不获勒领精神奖 那我们呢希望大家能够看看身边60岁 身边这个60岁以上的老人家有哪一些呢 他们的这个服务精神或者他们的贡献的精神 或者他们这个勇于挑战的精神 或者他们有一些精神信念 当目前为止都非常好 帮助他们生活的非常好 或者他们终身学习 或者他们60岁以上了 但是依旧在他们的这个专业领域里面 继续去耕耘 或者他们继续继续做他们的这个匠人的这个工作 那我们都欢迎这样的这些珍贵的精神呢 都为这些老人家提名 然后呢报名参加我们不获第三届的这个不获勒领精神奖 让我们呢能够呢 把这些我们的这些勒领长辈啊 他们的这些精神呢 就是留下来传下去 让我们后辈呢 能够继续跟着这些我们的长辈学习他们这么珍贵的这个精神 好详情呢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不获面子书 或者是我们的联办单位 马来西亚乐林招呼协会的面子书去下载这个报名链接 提名链接啊 里面有更多提名的这个章节的详情 都欢迎大家赶紧咯 就是在5月这个月的31号就是提名截止日期了 大家赶紧抓紧时间了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课 我们请玉环啊 玉环老师呢把PPT放上来 今天呢我们要上我们第一堂课 我们的课呢就是 我们的课呢就是要 这个学期的这个星期二呢 我们心理健康课呢 我们就是要来就是看到这个海报了 就是要来探讨失落与哀伤这样子的一个课题 那失落与哀伤呢 我们希望呢借着这个五六月的这个部分 是一个双亲节但是呢我们希望能够帮助老爸老妈阿公阿嬷呢 跟你们已经已故的这些双亲呢来一个链接 好那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地感受一下 然后呢学习然后呢学习然后在这个里面有所学习啊 有所成长 好马上请出我们不获生命学院的福导员 玉环老师有请 好谢谢小薇 各位老爸老妈早上好 很高兴哦又回来这个平台跟大家见面了 好久不见 那线上有大概六十七十位同学 想知道说有没有一些新同学 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Zoom的checkbox那边 打一个1哦让我知道谁我们这一期有没有 因为五月份的第一天的第一堂课 其实我也蛮兴奋的 因为好像是帮这个五月份啊开张的哦 来我们看看哎有一位新同学 嗯那看起来大部分都是我们的老同学吧 好大家早哦 好那这个五月份呢啊会跟大家谈关于这个 失落与哀伤啊或者失落与悲伤 哀伤跟悲伤这两个词呢其实是可以通用的 那我会负责讲五月份有三堂课 那因为谈失落与悲伤 呃尤其是我们谈关于呃死亡所带来的这个失落与悲伤呢 那这个课题可能会呃对一些朋友来说是稍微的沉重的 好那如果你在听课的过程里面你可能会让你 想起说可能一些你呃曾经过世的就是已经过世的一些亲人朋友的话 然后如果你感觉很难受很难过或者有些情绪呃涌上来的话 那啊就是我要先呃邀请你可以允许哦 让自己可以去让这些情绪啊出现啊那因为情绪其实他是呃 呃我觉得情绪他并不是一个呃洪水猛兽哦 它其实是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的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 因为有时候情绪它好像就是 一面镜子 我们照镜子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见原来的我们 就是我们原原本本的自己 所以情绪有时候它也像一面镜子 让我们看见 所以其实我们内心里面 有一些东西可能我们很想要得到 在关系上 可是对方已经离开了 所以会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情绪 有些情绪可能是淡淡的 有些情绪可能是很巨大 那所以如果说这过程里面 可能你会在听课的时候 可能你有一些情绪 或者让你想起一些 你已经过世的一些亲友的话 那可以邀请你 我就请你允许自己的情绪可以出现的 那有时候我也觉得情绪它像 一把刷子 它可以帮我们刷干净 我们内心的一些伤痕 一些余伤 尤其可能这些余伤已经累积了好多年 那更加需要我们用时间 去慢慢地把它刷干净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课程 如果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可能我们会谈一些比较稍微沉重的 尤其谈到死亡 所带来的这个失落跟悲伤 那如果大家准备好了 我们就要开始这一趟旅程 大家可以想象说 这个情绪好像在那个河流里面 那如果这个河流的水 可以让它去流动的话 它有一天 它是可以流向 流进这个大海的 所以我们也要让这个河流可以流动 意思是说 我们要让我们的情绪可以流动的 好 那今天 这第一堂课呢 要跟大家介绍 谈一谈 什么是失落跟悲伤 我们先来看这个图 这是我在网路上找到的一张图 那这张图里面呢 我们看到说 我们人的一生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从我们在妈妈的这个 肚子里面 妈妈怀孕 怀了我们 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然后我们出生了 我们是个小baby 然后小baby慢慢的长大 变成了小朋友 开始上学了 然后从小学一直到中学 上大学毕业 到我们出来社会工作 赚钱 结婚 生小孩 然后到我们渐渐的变老 老到需要可能 依靠这个拐杖 需要坐轮椅 不太能走动了 然后直到我们 死亡 我们人的一生 从我们的出生 其实我们就慢慢的去走向死亡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可以认同 就是这句老话 就是我们从出生 其实我们就是慢慢的去步入我们的死亡 这一趟旅程 那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里面 都有一些所谓的教导教育 好比说我们在妈妈的肚子 妈妈就做这个胎儿的教育 让我们在还没有出生之前 我们已经开始学东西了 到我们出生了 我们是小孩的时候 我们有幼儿教育 我们会发现说 人生的每个阶段 似乎都有一些教导我们的课程 或者一些教育 让我们去学习 以便说我们可以 就是很顺利的 可以走过这一个的人生阶段 好比说我们来到 我们要读书了 我们要上学 我们有这个生涯的规划 我们有些课程 老师会教导我们 怎么样去规划 你的这个学习的生涯 我们有这样的课程 来帮助求学的这个学子们 可以找到自己的心虚 可以在这个生涯里面 有一个很好的规划 然后我们也会有两性教育 开始长大了 要解释异性朋友的时候 我们社会上 我们就会有这些养性教育的教导 我们有婚前的规划 结婚前如何更好的规划 以便说未来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幸福的婚姻生活 我们有亲子教育 生小孩了 怎么教导小孩 我们有亲子教育 我们有压力管理 我们有财务管理 我们工作了 面对这个职业上的一些压力 我们学习怎么去管理我们的 抒发我们的压力 我们怎么去管理我们的金钱 然后我们终于可以来到退休了 那我们有这个退休的规划 所以你发现说我们人生里面每一个阶段 好像都有一些教导 一些教育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度过 那个人生的阶段 即便说来到我们要面对死亡了 我们也有这个生血的规划 怎么去事先安排自己的葬礼 然后怎么样 就是如果当我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时候 我可以决定谁来 就是来照顾我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我们的人生每一个阶段 不管你是小孩 你是这个青少年 还是你成年 你可能都会遇到有一个叫做死亡的 这样的一个课题 死亡有一句老话是说 那个躺在棺木里面的不是老人 而是死人 意思说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能都会遇到死亡 而死亡所带来的这个失落跟悲伤 或者失落跟哀伤 那有没有一种教育可以教导我们呢 去在面对死亡带来的失落悲伤的时候 我们可以懂得怎么样去跟他打交道 懂得怎么样去面对他呢 这个就是我要谈的悲伤的教育 所以我觉得说悲伤的教育是我们不能去忽视的 他跟两性教育 婚前教育 生涯规划我觉得是同等的重要的 因为我们不要忘了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过程里面 每一个阶段可能都会遇到我们身边的亲友 就是离开我们去世 然后我们在面对这个分离的过程里面呢 可能就会产生这个失落跟悲伤 那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没有面对死亡 所以我们不会说我要刻意去学 怎样去面对这个死亡带来的难过这个失落跟悲伤 一样的 如果说今天可能我还没有退休 可能我也不会去思考 所以退休后我要过一个怎样的生活 可能当你靠近要 就是退休的时候 可能你才会去想 所以我们生活每一天这样子过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跟死亡其实 没有很靠近 死亡离我们还很远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会想到 我要刻意去学习 关于这个失落跟悲伤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啦 不过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让我们可能先来认识失落跟悲伤 这是今天要带给大家的一些分享 那如果谈到悲伤 你会如何去形容 尤其是死亡带来的悲伤呢 那我请大家 如果现在你手上有指跟鼻 请你拿出你的指跟鼻 在你的指上写 你会怎样去形容这个悲伤 给大家一分钟的思考时间 请你想一想 这个死亡 所带来的这个悲伤 你会怎样去形容它呢 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思考 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先写在纸上 等下我们结束前 我们会再来看一看 这个你一开始 你觉得的 失落跟悲伤 好比说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 悲伤 好像是一条很漫长的路 永远都走不完 有些人 朋友可能觉得 悲伤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现在活得很快乐 你可以写一些 文字 一些形容 这个悲伤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把你的答案先写在纸上的 我们继续来看 那我刚刚说 我们 如果我们有面对死亡的时候 我们不会 通常不会刻意去 学习死亡 或者学习怎么去跟死亡带来的失落悲伤相处 那在这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经历 一个我的人生的经历 我第一次跟死亡靠近 跟死亡很靠近 那一年呢 其实我才八岁 就是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我的父亲因为癌症去世了 那我父亲生病一直到他去世 其实那段时间 没有很长 大概就是一个几年的时间 所以我八岁以前 父亲开始生病 从他能够工作 到后来他慢慢没有办法工作 必须要到医院做化疗 所以 那后来 就是我父亲去世了之后呢 我们就是有办那个上礼嘛 那我记得说在 怎么说 对于一个八岁 就是当时的我来说 对于癌症 我不知道原来 这个癌症可以带走一个人 我也不晓得什么是死亡 对一个 古片上来说 一个八岁的小孩 对于死亡 好像是懂非懂 即便说好像不太懂 什么是疾病 癌症 或者死亡 可是我记得 我在父亲的上礼的时候呢 我是哭 哭得没有办法停下来 就是我们 我们说那个打栽的仪式嘛 那大人就会吩咐小朋友说 你记得要稍多一点那个 那个 我们说那个 纸钱 然后给父亲 以便说 他如果去到另一个世界 他可以就是 可以过得好一些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 那个前面的火炉是很 很烧很热的 可是我的眼泪呢 是没有办法的 我停下来 直到 其实我是很自觉 自己在哭 那可是我不晓得说 我要怎么去表达 那个难过 那大人肯定也很忙 就是他们要 忙着去张罗 这个 这个上礼 没有时间去 顾小孩 直到说 上礼结束了 我回到学校 上课的第一天的时候 我还是哭 他就好像一个 开了的水龙头 我没有办法关上 我一直哭 一直哭 然后 学校的老师 就是班上的老师 看到了这个情况 大家 如果你看到一个小朋友 哭 你会做什么呢 那我觉得可能在 那个年代的时候 大家对于 谈死亡 或者死亡 所带来的这个 失落跟悲伤 大家还是觉得是一个 很难开口去谈 或者也是一个经济 没有必要的话 那肯定不会 刻意去谈 所以 当我在班上 哭个不停的时候呢 老师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因为当时候 我在学校 我的姐姐也是跟我 同一个学校 他就吩咐我的姐姐 到学校的食堂 买了那个 我们说那个 Panador 同样 然后 还要劳烦姐姐呢 特地的 就是来到我的班上 把这个Panador 交给我 而那一刻 我就开始 感觉到说 我麻烦到 我身边的人了 然后从那个 那一刻开始 我就决定说 我即便要流眼泪 也不会在 就是其他人的 面前哭 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的 悲伤给收起来 所以这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面对死亡的时候 从 你说小朋友不晓得 失落跟悲伤吗 其实小朋友是懂 可是不晓得 要怎样去用 语言的方式去表达 那可能 他到这边的时候 也邀请我们的 就是 线上的朋友们 可能你可以想一想 你的人生中 第一次面对这个死亡 是在什么时候呢 后来我是决定说 我不要再让别人 看到我的失落 或者我不要再让别人 看到我因为父亲的 离开 难过 悲伤 可是悲伤 或者这个失落呢 他不会因为我们 把他收起来 放在柜子里面 还是把他扫进那个地毯下面 他就 他就会消失 其实当我们没有去 好好的去面对他 去处理他的时候 我们的失落悲伤 他是不会 自己自动消失的 就好像我们 可能生活中 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 我们可能 就是 如果我们没有去 疏解那个压力 如果我们没有去看 这个压力的 源头 这个压力 可能他也不会 自己自动的消失 那因为 父亲的离开 这个我自己本身的 这个失落跟悲伤 没有地方可以去 可是因为 他不会自己自动的消失 所以这个 失落的悲 失落跟悲伤呢 就一直 一直 在我心里面 跟着我长大 直到我自己 进入了这个 心理 主导 做人的工作的时候 好像有一种 那个 使唤 让我渐渐的去 学习 因为很想去面对 很想去处理自己 这个 童年的时候 说 我面对的 这个失落的悲伤 所以我就走进了 这个悲伤的悲伤工作里面 那这个是我的父亲 我小时候 父亲 跟父亲 不算是唯一的合照 不过是其中一张 我觉得很珍贵的照片 好 那刚刚说到说 我就开始走进了这个 悲伤辅导的工作 我在做 助人的工作里面 特别觉得说 这个服务 丧心者 这些失去 家人的这些个案 我觉得我特别的丧心 我觉得我特别 想要去服务 这一个群体的人 那其实背后的原因是 我觉得是我很想去面对 跟处理自己的悲伤 那 那后来我就进入了这个 这个一间冰藏公司 去工作 做我的这个悲伤的辅导工作里面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这些丧心者呢 教会了我怎么去面对悲伤 我记得那个时候 其实每一天上班 都需要面对 这个死亡 所带来的失落跟悲伤 因为它是一间冰藏公司 那这些家属 他们办完了 这个上礼之后呢 就是我到辅导员 就是我需要出场 去协助他们 陪伴他们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呢 每天上班 都会有一个习惯 就是那时候我们公司里面 有一个电视机 一个大荧幕 然后就会把那一天 就是在灵堂 设上礼的这些 往生者的名字 都会打在那个大荧幕上 然后每天上班 在等电梯的时候 一定就是会看着 那个大荧幕 今天又有一些 什么样的新的个案进来 然后我们会看到 他们的称呼里面 就会告诉我们 这位上行者 他的年龄 大概是几岁 所以每一天在 面对这些上行的个案 有时候必须要走进灵堂 去慰问他们 去拜访他们 去介绍我们的服务 那有的时候呢 必须也陪着他们 那个出兵的大队 一起去陪着家属 去观察家属的 那个情况如何 要不然的话 就是可能每一天 我就会傍晚的时候 下午的时候 就会进入辅导室 然后就拿起电话 打电话给这些上行者 去问候他们的情况 所以那段时间 我觉得 我觉得也是上天 给我的一个眷顾 因为我第一个 面对的个案 刚好就是 其实好像就是 我童年的一个翻版 他是一个失去先生的太太 三十多岁 那他的先生在国外去世了 然后把遗体送回 马来西亚 刚好他也有三个小孩 就好像我 我的家庭 我们也是有三兄弟姐妹 那因为小孩还小的时候呢 在上礼的 这个灵堂 就是当有人来鞠躬 来上乡的时候 小孩都是站在这个 爸爸灵堂 那个灵位的旁边 就是 这些亲戚朋友 来上乡鞠躬 那小孩就要在旁边回礼 所以那个情境 让我回想到 我小时候 童年的时候 的那个我 要自己一个人 去面对这个失亡 要去自己面对这个失落跟悲伤 所以我觉得在 那几年的时间 服务这个丧亲者的时候 其实 他们教会了我很多 也让我有机会的去面对这个 失落跟悲伤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过程呢 一些内容呢 其实也是我 我觉得是我这几年 过去那几年 陪着丧心者的过程里面 他们所教会我的一些事情 那悲伤是会等我们长大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 尤其是对于一些童年 失去亲人的朋友 小朋友可能是 那个年龄阶段 他没有能力去面对他的 那个 那个失落 就是当他的亲人离开的时候 可是这个 失落跟悲伤呢 他不会因为 我们不去理他 他就自己会消失 像我刚刚一开始这样子说 我觉得失落跟悲伤 是会等我们长大 等我们长大到一个阶段 那我们有能力去面对 有能力再去再次的去打开他 去面对他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发现 所以我们好像又再次的去经历 过去的那个悲伤 那在这里要问问各位朋友们 你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好比说你这个心爱的物品 不见了或者是坏掉了 可能你一只很 你很 你很喜欢的手表 坏掉了 或者你的 很重要的一个物品 比如说你的手机不见了 或者你有没有 在可能 小时候 考试的成绩 年轻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 考试的成绩不理想 还是说 以前交男朋友 交女朋友的时候 失恋 分手了 或者说 有没有遇过可能是 失去了工作 尤其像过去几年 这个疫情 让很多人都失业 失去了工作 或者你有没有遇过 生了一场大病 然后这个病 让你可能没有办法 回到工作的岗位上 或者可能因为这场大病 你可能必须要调整 你生活上的一些习惯 还是说 你有没有可能 有些朋友 有没有经历过 父母分开离异 还是说 自己本身跟自己的配偶 伴侣分开 分居 或者离婚的 还是说 你有没有养宠物 然后你的宠物有一天 走失了 或者你的宠物 去世了 或者 你有没有遇过 你的亲友 离开 所以你的人生里面 有没有遇过 这里 我们所说的一些 事件呢 好 那我们在谈这个 要认识失落 悲伤的这样的一个课里面呢 我们其实 可以先来了解 这四个名词 第一个是失落 lost 然后第二悲伤 grieve 然后第三 哀痛 berievement 跟最后这个哀悼 mooring 我们可以来先了解 这四个 这四个词的一些意识 以便说我们在 进一步去认识 失落跟悲伤 所以我们比较有概念 什么是失落 悲伤跟失落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等等的 好 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失落 好 失落就是 当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我们失去了 我们被剥夺了 这个原来我们拥有的 一些东西 一些部分 好比说人 事情 或者是物品 比如说 我的父母去世了 我的父亲去世了 我失去的是一个人 或者是我的朋友过世了 我失去的是人 所以这个人的对象 可以是从你的亲人 到你身边的亲友 你的老师 你的邻居 一起跟你工作的 同事 上师等等 所有一些你身边 亲近的人 你本来是跟他拥有 所谓拥有 就是你本来跟他是有关系的 我失去了 这些跟我有关系的人 或者是事情 事情它可以是具体的 比如说工作 我失业了 我失去了一份工作 我本来拥有这个工作的 或者我失去了一个可以晋升的机会 因为我没有好好把握 表现自己 我失去了一个升职的机会 事情 那也可能是物品 像我们刚刚的那一张 第一个 我失去了一个心爱的物品 我失去了一个 我的可能一个很重要的物品 坏掉了 这个是失去 被剥夺了原来拥有的部分 然后第二点很重要的 这些部分 就是所谓的人事物 对你来说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也是你个人所熟悉的 或者是你个人所熟悉 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好比说可能 我举个例子说 一个30岁的太太 他的先生去世了 然后另外太太B 他的年龄跟太太A是一样 也是30岁 他的先生也去世了 那可能对于这两个太太来说 先生对于他们的那个重要意义 不太一样 他就会变成说 那个失落就会不一样 举个例子说 太太A是个家庭主妇 然后他没有工作 家里的收入 那个经济的支柱 完全是来自于他的先生 然后他还有小孩 所以当先生去世了之后呢 就会让这个家庭陷入 也许就会陷入一个经济的 一个危机里面 所以对于这个太太A来说 这个失落对他的打击是很大 所以是比较有那个意义比较深 那可能对于太太B来说 他是一个独立的女性 然后也没有小孩 然后他跟先生 可能就是聚少离多 可能先生常常到国外工作 所以跟先生的感情 可能就没有很好 这样这个两个人同样的失落 可是对于两个人的那个意义来说 是不一样 所以那个失落的影响也会不一样 又或者我再举一个例子呢 可能是当举个例子 所以我可能我在读书的时候我打工 然后我存了一些钱 终于存到一笔钱 可以买一个几百块的手表 一个我很喜欢的手表 那可是有一次我搬家的时候 这个手表给我弄丢了 那可能你的身边的朋友 还是你的家人会跟你说 只不过是一个几百块的手表 而且款式又那么旧了 那没有什么好难过的 可是对于失去手表的这个人来说 那个意义在于他不只是丢失了一个物品 他也同时丢失了一个 在他年少的时候他用自己努力换回来的一个他喜欢的东西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那个意义是很重要 所以对你来说意义重要的东西 可能对别人来说不一定 或者你认为那个意义才那么几十块几百块的手表 一点可能觉得说并不是那么怎么说 才那么几十块的手表 所以失去了好像又没有什么 可是对于那个失去的人来说 可能他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那个人熟悉的部分 这个可能是变成你生活中一个很熟悉的部分 然后你失去了 比如说举个例子说 养宠物的人 就是每一天回家打开门 就会看到他的宠物来欢迎他 欢迎他回家 所以那个感觉是很开心的 可是有一天他的宠物离开了 去世了 每一天打开门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这个所谓 他个人很熟悉 已经习惯的一个部分 没有了 失去了 被剥夺了 所以这个是失落 那死亡是会带来失落的 死亡会带来的 第一个当然就是人 那等一下我们还会再多讲解 可能死亡还会带来一些怎样的失落 悲伤 第二个 第二个词语 悲伤 那悲伤是对于失落所产生的一个反应 那因为有死亡造成了失落 然后而失落呢 产生了这个悲伤的反应 所以悲伤是失落的一个反应 那这些反应可以包括是身体上的感受 想法 或者是行为 来这里也举一个例子 举个例子说 一个十岁的小孩 他的妈妈因为生病去世了 然后他就问他的父亲 妈妈去了哪里 然后父亲跟他说 妈妈只是睡着而已 当父亲这样子跟这个小孩说的时候 小孩可能有的想法是 我们说到他对这个悲伤失落的反应 里面的想法 他可能有的想法是 原来这样子睡着了 就永远起不来了 而且当他又看到 大人把妈妈拿去火化 然后真的是永远回不来了 所以这个小孩后来就开始 很害怕 很担心 然后他就 每天晚上 不让爸爸睡觉 想办法 就是缠住父亲 不让父亲睡觉 我们就看到说 小孩因为这个悲伤 所产生的一些 想法 感受跟行为 身体的反应 好比说可能他就 吃不下 他可能会觉得他 就是很疲累 然后常常没有精神 睡不着 就是身体的一些反应 那这些反应在面对失落的时候呢 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的过程来的 所以当我们遇到失落的事件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反应 无论是身体感受 感受想法还是行为上的反应 然后这些反应 其实他就是回应了 这个悲伤 所以这些反应是自然的 再举一个例子 曾经我有遇过一个个案 就是他跟我说 每天早上起来 他都会 很自然的就是 去洗杯 因为他已经习惯 所以每天早上 就是要 泡一杯茶 给他的先生 那每次 一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发现 我的先生已经回不来了 然后他就会 陷入一个非常难受 难过 流泪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所以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呢 是他在回应 他自己的这个 这个失落 所产生的这个悲伤的反应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I-Tone Believement I-Tone呢 它是一种状态 它是因为我们 面对了失落 陷入失落 伴随悲伤的一种状态 它就是一个 你可以看到一个人 整体的那个悲伤 它所呈现的一个 一个形状 一个状态 一个情形 我们来看看 哀悼 哀悼呢 是公开表现悲伤的一个外在过程 那它可以是有意识 或者是无意识的一个心灵的过程 怎么样说呢 我们最容易直接简单了解 也就是当我们 亲人 离开的时候 离开了之后 我们会替他 办那个丧礼 那在丧礼上 你会看到 他的家属会哭 他的家属会 很爱伤 很难过 而这种 就是 他在公开的去表现 这样的一个悲伤 在尤其在丧礼的过程里面 所以它可以是一个外在的过程 比如说在丧礼上 我们办这个追思会 然后我们请这个 死者的 这个往生者的 这个 亲朋好友 上来 说一说 他们所认识的 这个 死者 在追思 所以 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公开表现 悲伤 那在外在的过程里面呢 其实同时 他会有一个 内在的心灵历程 当你去公开 追思 对方的时候 可能你内心里面是 非常难过 非常怀念 非常遗憾 这个就是 内在的一个心灵的历程 那这个表现的方式 常常会跟我们的宗教 我们的习俗 文化 然后也通常是 透过一些仪式 去表达 所以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 上礼其实是蛮重要的 上礼很多时候是 做给活人的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因为 透过上礼的过程 这些上亲者 有一个公开去表达 他悲伤的一个机会 然后通常上礼结束了之后 他要去公开表达的时候 他就发现会遇到困难 比如说可能这个太太 他回到他的工作岗位 他不能一想起 或者他一想起 他可能也很难过 说他会流泪 可是他会发现 那个场合已经 不太恰当 或者不太适合 因为他在工作 可是在上礼的时候 他可以很公开 因为这是一个让上礼者 可以去表达悲伤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上礼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图 我把我们刚刚所说的失落 悲伤 哀痛 跟这个哀悼 如果用一个图来去 让大家了解的话 首先 因为死亡 带来了失落 你失去了 你原本拥有的东西 被夺走了 你失去了 所以你会有失落 然后因为失落 我们有悲伤 而悲伤就是来反应这个失落 悲伤是失落的一个反应 所以因为有失落 我们产生了悲伤 然后因为悲伤 我们开始去哀悼 透过上礼 透过追思 甚至可能透过 我写文章 我写歌 等等的一些方式去哀悼 然后整个的 这样的一个悲伤的状态 我们可以称它为哀 哀痛 所以有一个简单的图 让大家看 这四个名词 他们是怎样从一个 演变成下一个 跟他们之间的关系 好 我们来进一步的去看看 失落 其实有很多种面貌的 首先呢 我们来看这个 这些都是一些学术的名词 如果大家不记得没关系 不过是想让大家去了解 其实失落不会只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失落 好比说失落 它就可以有这个初级的失落 然后 然后四级的失落 初级的失落呢 其实是非常简单 例如说 我的父亲 去世了 那我失去的 就是这个人 这个就是我 初级的失落 那四级的失落呢 是因为 初级失落的发生 然后才会产生这个 第二层的失落 四级第二层的失落 那我失去了父亲 连带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我会 可能当 我要去拿成绩单 需要 父亲去拿成绩单的时候 我发现 我父亲不在了 没有人替我去拿成绩单 或者成绩单派回来了 要给家长签名 过去都是父亲 帮我签名的 可是从这个学习开始 就换成了母亲 所以这个是我的 Secondary loss 第二层的失落 再举一个例子 一个失去 先生的年轻太太 他失去的对象 就是他的先生 所以这个是他初级的失落 那 警戒而来 四级的失落是什么呢 那因为失去了先生 他可能必须 就是经济受到影响 金钱 所以这个 四级的失落 他可以是一些具体的 好比说因为先生去世了 所以影响到这个经济 具体的 或者是他们已经 供不起这个房子了 他可能要搬去 那个亲戚的家居住 那他可能失去了 那个房子 具体的东西 那也有可能是一个抽象的 这个第二层的失落 可能是抽象的 怎么说抽象呢 这个太太可能 他因为失去了先生 他失去了一个可以 陪他谈心 聊天的一个对象 他失去了一个安全感 他失去了一个未来的希望 可能他们年轻的时候 结婚就说 我们一起变老 然后登孩子 长大了之后 我们要一起去旅行 去环游世界 所以他失去了那个 对未来的一个希望 这个是抽象的 所以这个刺激的失落 他可能像一个 我们说骨牌的反应 让人失负感觉 我一下子失去了 所有的东西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骨牌 或者有没有玩过骨牌 就是那个牌 排成一排 他可能是转好几个圈 整齐的排好 然后大家那个牌都站着 可是当你一动第一个牌的时候 第一个牌就会打到第二个牌 第二个牌就会打到第三个牌 这样子一直一直打下去 直到打到最后一个牌 这个就是骨牌的反应 所以四级失落跟 初级失落 它是一个顺序的问题 就是当初级失落发生了 连带的 你就会从第一个牌 打到第二个牌 所以它有可能是 当上你结束了之后 你回到了生活 你才一样一样的去发现 我早上起来 见不到他 我早上去吃早餐 那个位置空了 然后你会一样一样的 一点一点的去发现 所以有时候刺激失落 它可能会引起一些 很巨大的情绪 如果我们不理解的话 我们会觉得 为什么他的反应这么大 只是去洗个杯子 为什么可以哭成这个样子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 刺激失落在发生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这个部分就是当你看一个人 失去了他的亲友的时候 为什么生活上的一些 小小的动作 他可以有那么大的情绪 那么大的反应 那有可能是 他是一个刺激的失落 好我们来看一个 下一个失落 好这个预期的失落 跟非预期的失落 这里不难理解 就是预期 你是知道它会发生的 非预期就是你没有预测到 它会发生的 所以预期的失落 多为生命发展过程中的 一些自然转变 那非预期的失落是突然发生 例如意外的事故 好比说车祸 好比说可能一场土崩 好比说可能是一场飞机的空难 你没有预测到它会发生 然后它一发生了 那个失落是没有预期的 那预期的失落 比较常我们会看到说 尤其是家里有人生病了 然后在末期 病的末期的时候 医生可能告诉你 他可能只有多少个月的生命 这个就是预期的失落 那预期的失落有时候虽然预期 可是它还是会产生 那个失落带来的悲伤的反应 那这个预期的失落 比如说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家里有人生病了 然后可能你知道 这位亲人食乐无多了 那你就可能会 那个悲伤的反应会来 你会舍不得 你会觉得很难过 那这样子在一个要放手 跟希望他可以 怎么样说 安详的离开 舒服的离开 这样的过程 的那个挣扎 可能也是很巨大的 会带来一个很巨大的情绪 跟那个纠结 那等这个死亡发生之后 他是那个死亡后的失落跟悲伤 那即便说在去世前 你已经怎么要说 经历这个预期的失落 他并不会因为如此 而让你在死亡之后 就是亲友死亡之后面对的 那个失落而减弱 就是他们之间可能 并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 并不会因为说 我已经在亲人死亡之前 体会了 体验了 经历了一段的失落 那等到对方去世之后 我就不会再有失落 并不是这样子的 他不是一个 怎么说 因为有A 所以B就会比较好 不过有时候确实 因为有A 死亡前的预期失落 可能让这个 即将失去亲人的这个家属 有机会跟他的亲人 好好的道别 他就提供了一个 好好道别的机会 可是我们发现说 非预期的失落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可能就是 他今天出了这个家门 他就永远回不来 所以你没有办法 跟他预先的道别 好 那我们 有一种失落叫多重的失落 就是说那个失落 不会只是一个 他是一个又接一个的 举个例子说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 一些历史 这个 老父亲 可能 去世了不久之后 他的老伴 几个月后就跟着去世 那对于孩子来说 他就会面对一个多重的失落 自然他的 悲伤的反应 可能就会 比想象中的大 因为他连接的 去面对 他亲人的失落 又或者可能 有时候我们看到 有一些事件是 一场车祸 带走了 好几位家人 所以 留下来的这个家人 他也是面对一个多重的失落 因为他同时候 面对失去了好几位的家人 然后 然后 再举个例子就是 例如说 可能在过去的疫情里面 我们发现 所以 有的朋友 他可能 失去了亲人 同时候 他也失去了 他的工作 可能 他也是同时候 失去了他的健康 那这个就是多重的失落 所以 这个失落 可能是同时候发生 或者连续 一个接一个的发生 你们看 模糊性或者 悬念性的失落 这个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模糊性 就是 这个东西是 模糊的 不清楚的 悬念 这个东西 好像没有一个 结论 没有一个结果 悬挂在那个半空中 要上又不是 要下也不是 而且又不清不楚 那 这个失落呢 它可以分成 两大块 特别没有把这个英文 拿掉 因为我觉得 这个英文 说的比较 铁切 然后我也尝试 翻译成中文 那第一块是 身体缺席 心理存在 意思说 这个你失去的东西 这个人 这个对象的身体 是在的 可是 他的 心理不存在 不好意思 我弄到法了 第一个是 身体的缺席 心理的存在 就是说这个人的身体 是不存在的 缺席了 可是他心理的存在 举一些例子 比较常见的例子 就是失踪 或者被绑架 或者可能 空难 尤其是我们过去好几年 发生的这个 MH370 这个空难 这些亲人 这些朋友 他们不见了 身体缺席 可是 我们一天都还没有 找到对方的身体的时候 我们一直都会盼望着 有一天 他是可以原原本本这样回来 所以那个心理是存在的 好比说 有时候可能像过去 战争 你不知道对方到底是生 还是是 是死是活 所以你看不到他 然后可是你又没有办法 有一个结束 所以他就是离开了 身体缺席 可是心理存在 那大法来说是 心理缺席 可是身体是在场 一说 这个人的身体 你看得到 你摸得到 他在 可是 心里是缺席的 这些是 尤其是可能 有亲人遭遇 这个失忆 可能一场意外 导致他失忆 或者是我们最常见的 这个阿滋海默症 老人痴呆症 甚至可能是 精神疾病的家属 他可能也会 他会遭遇到 面对这种失落 就是明明这个就是 我认识的亲人 可是他已经 不再是以前的他 他认不得我 我们过去共同的回忆 完全是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 心理上的缺席 可是身体是存在的 好 失落我们先 站告一个段落 我们先来 很快速的谈一谈 什么是悲伤 那悲伤 其实他也有 各种各样的形态 像失落一样 那最简单 如果大家要学习 怎么去分辨悲伤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 只分两个 一个是一半境的悲伤 一个是复杂性的悲伤 那我们用回刚刚 那个图表 来了解一下 一般性的悲伤 跟复杂性的悲伤 它的差别在哪里 那一般性的悲伤呢 就是当这个人 面对了亲人的离开 然后导致 他面对这个失落 然后他会有悲伤的反应 难过 生气 遗憾等等的 然后他进行这个哀悲 那一般性的悲伤是 他可以 他的失落的反应 就是他的悲伤 是我们预期会看见的 比如说 他的太太离开了 他很难过 可是因为男人 通常是比较 比较 不是用眼泪来表达的 所以你看到 他没有流眼泪 你觉得这是 相对来说是正常的 那另外一个 是一个女性 她的先生去世了 她很爱她的先生 所以她在上女上的时候 哭得死去活来 然后大家会觉得 这个是悲伤的表达 这个反应是你预期的 你知道是会这样发生的 那他表达 就是他的反应 你能够预期 然后他哀悼的方式 就是他也能够 完完全全的去哀悼 意思是说 一般性的悲伤 这个历程 他是可以顺利的去经历 然后我们预期 他会怎么样发生 然后他也可以到最后 经历了这个哀悼的阶段之后 他可以就是重新回到 他的生活 找回这个生活的力量 这是一般性的悲伤 可是复杂性的悲伤 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卡住的 好比说 好比说他没有办法去 经历这个失落 可能这个事件来得太突然了 一场车祸 把他的亲人 好几位亲人都带走了 他的 他一直没有办法相信 他一直否认 所以他没有办法 就是好好地去 经历他的悲伤 然后他一直觉得 亲人一定要回来 他可能只是出门 忘记时间回来 有一些否定的一些 反应 然后如果一般性的悲伤 一般上 如果我们说 上偶 失去这个配偶的话 他可能要经历 一年 一年半 甚至可能两年的时间 去经历这个悲伤 那复杂性的悲伤 因为他卡住 他没有办法去表达 或者他的反应过大 没有办法去哀悼 因为他一直相信 人还没有死 空难 尸体还没有找到 他可能安全抵达 在某个地方 可是他联系不到我们 所以没有办法哀悼 整个过程都被 有一些部分被卡住了 所以他经历的时间 可能会比一般性的悲伤 来得长 所以基本上 我们就是可以分成这两大类 那在复杂性的悲伤里面 其实会有很多 各种各类的 复杂性的悲伤 那在这边先 就是跟大家介绍几个 可能我们会比较听过的 常见的 第一个是创伤性的悲伤 就是它是一个创伤性的死亡事件 你没有预期 然后它是又很突然的 所以会带来一些创伤性的反应 例如说 车祸 这个天灾 空难 或者是 小朋友去海边玩水 然后溺逼 甚至可能是自杀 他杀 或者坠楼等等 创伤性的悲伤 然后我们有 这个叫做严荡的悲伤 就是那个悲伤被延迟了 本来就是死亡发生 悲伤就会来 但这个悲伤没有办法在 那个时间出现 可能是因为那个环境 不允许 那个丧心的人 可以去表达悲伤 又或者 像我自己本身的例子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严荡的悲伤 那对于我家里的大人来说 那个时间 上礼过后就马上要回到生活 那个生活的 那个 金钱的部分 要养活一家人 像我妈妈 可能他也没有时间 好好的去悲伤 所以这个悲伤会被延迟 又或者当 可能说小孩不懂要怎么去 了达那个悲伤 然后他就会一直被延迟到 一个时间点 已经是所有该具备的都具备了 这个悲伤就会回来 那可能是当他看到 别人的悲伤的时候 引发他自己过往的悲伤 所以他可以开始去 进行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历程 可以去哀悼 又或者是 可能 他再次经历 一个很重要的人 的离开 的一个亲友的离开的时候 引发他过去的悲伤 这个是延荡的悲伤 那我们来看 我们还有一个叫做 预期的悲伤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 那个预期的失落 所引发的 预期的悲伤 所以 尤其像在生病的一些家人 或者是可能 即将要离世的病人 他可能都会有这个 预期的悲伤 被剥夺的悲伤 被剥夺意思说 我本来可以拥有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悲伤 可是我的悲伤被 某一个东西给夺走了 所以我失去了 那个悲伤的机会 这种很常见在于说 尤其是一些 不被认可的关系里面 举例说 可能这个 外遇的女性 或者外遇的男性来说 他因为跟对方 没有一个正式的婚姻关系 那当对方去世的时候 他也会有悲伤 可是我们常常会忽略到 忽略掉这一群人 又或者是我们也看到一些 私生子 私生女 他们在法律上 没有被认可 这个亲子的关系 所以当这个自己 真的是他的亲生父母 离开 但是因为私生的这个 关系 他没有办法 就是常常正正的 可能走进那个灵堂 去祭拜 去哀悼 也包括说一些 可能像同性恋的关系 一些没有办法 被认可的关系 另外就是 可能是因为我们觉得 这群人 他不可能会有悲伤的 尤其是我们 对待小朋友的时候 小朋友哪里懂 什么是死亡 他们怎么可能会难过 所以这个悲伤 也是被剥夺的 再来就是一些 跟死亡事件有关 例如说可能 家人是因为 自杀 可能艾滋病 去世的 这样这个 家人可能就 觉得很难开口 去跟别人说 他的亲人怎样离开 那他要悲伤 他要公开的 去表达这个哀悼 所以他 没有办法像一般人这样子 所以这个悲伤也是 被夺走的 然后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是那个 事件 这个死亡的这个 事件 例如说 我举一个我觉得也蛮典型的例子 就是当女性 她们怀孕的初期 尤其是首三个月 我们都说 不要先告知天下 免得这个baby会小气 可是三个月里面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这个女性 怀孕了 她的肚子可能也还没有 就是吐上来 可是有一天 她流产了 住了医院几天 然后回去工作的时候 她的同事 可能看到她 为什么这么难过 有时候可能一个人流泪 呆呆的 但是因为这个事件 她没有先公开 然后很多时候当这个流产 流产的过程里面 妈妈是没有办法参与那个上女 通常他们可能还在医院里面 就是养身体 没有办法出院 这样等她出院的时候 这个小baby 这个胎儿已经拿去火化了 甚至那个过程也是 速战速决的 他们通常都不会有上理 没有人去怀念她 来过这个世界上 所以这种悲伤也是被剥夺的 然后累积的悲伤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 多重的失落 然后这个因为失落太多了 这个悲伤一直累积 你都还没有settle第一个 第二个又来了 第三个又来了 你招叫不住 这个悲伤一直被累积 伪装的悲伤 就好像你戴了一个面具 伪装自己 尤其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 行为上的反应 或者生理上的反应 这个小朋友为什么 以前很乖的 现在每次就要跟其他小朋友打架 这个小朋友也先功课很好的 现在为什么就不读书 成绩就一落千丈 他可能就是失去了他的亲人 然后这个悲伤 用行为来表达 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已经伪装了 然后每一看到 这个就一个慢性化的悲伤 或者是延长的悲伤 我们知道有慢性疾病 好比说糖尿病 肾病 这些是慢性的疾病 所以慢性的疾病 其实首尾是很长的 基本上好像很难断尾 也没有办法断尾 你可能要不断地吃药 不断地打针 不断地看医生 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那悲伤里面也是有慢性化的 意思说这个悲伤 好像是没有结束的 没有ending 可能还会 就是他没有进展 他会卡住 搞不好他可能还会 比刚开始的时候更糟糕 所以是个延长性的悲伤 好跟大家介绍过的这些悲伤的 各种的面貌 接下来我们快速地来看一下 在这里大家会看到四个格子 那生命的死亡会带来失落 一个身边的人去世 这是生命的死亡 那有另外一个是实质性的失落 等下我们来看里面有什么例子 然后另外一个象征性的失落 最后是一个其他的失落 如果我们又以另外一种方式去理解 这个失落的话 首先是死亡会带来 生命的死亡会带来失落 一种叫实质性的失落 一个是象征性的失落 然后还有其他没有办法涵盖在 这三块里面的 全部都在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生命的死亡的失落 包括什么呢 像疾病 生病了 癌症啊 这个各种各类的心脏病啊 等等的 宠物的死亡 宠物的死亡 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剥夺性的悲伤来的 因为可能你身边的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 就会跟你说 你只不过死了一只狗吗 有什么好难过的 为什么需要这么难过 可是可能他没有办法理解 那个宠物是你的家人 是你的小孩 也是你的朋友 好朋友 那意外 天灾 流产 半生死的意思是 宠物一出世 可能过几个小时 他就去世了 半生死 堕胎 这些都是跟生命有关的死亡 那我们来看 自信的失落有什么呢 失去身体重要的部分 例如说这个乳癌患者 被那个他的乳房被切割了 失去身体重要的部分 糖尿病患者 到了很严重的阶段 那他的腿必须要被切断 来保住自己的生命 失去身体重要的部分 家人成为精神疾病的患者 犹豫症 这个 还有这个各种各类的精神疾病 实质性的失落 生不出健全的孩子 这也是一种实质性的失落 那象征性的失落有 例如 因为是象征性嘛 例如说失去与性象征有关的身体部位 像刚刚取的那个女性患乳癌 然后切割了这个乳房 失去了这个性象征的部位 失去名誉或者失去头衔 因为一个丑闻 因为可能这个贪污等等的一些罪行 失去了名誉 然后失去了头衔 这种是一种象征性的失落 那其他没有办法归类在里面的就是 例如说考失落榜 这也是一种失落 但是还不是死亡的失落 失恋 失婚 离婚 离家 要到外面工作 要到外面工作离开了家 要到城市发展离开了家 搬家 离开一个熟悉的地方 离职 退休 移民等等 这些都可以被归类在其他的失落里面 好 那我们的课也快接近尾声了 那生命中的失落其实真的很多 不只是死亡会带来失落 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大事小事 如果那个东西对你来说是重要的 意义是重要的 它可能都会引发失落跟那个悲伤的反应 那 反而呢 当你善待你的悲伤的时候 悲伤其实是可以成为你的朋友的 那我们下一堂课是在两周之后 所以这两个星期里面呢 各位朋友可以在家 给自己做一个功课 就是你可以 就是拿一张A4值 然后把它折成四片 就是你可以拿一张空白的A4值 然后把它折 折一半 再折一半 这样你打开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了四个格子 就好像这个格子 然后你可以用笔把它 用线给区分出来 然后可以请大家做一个功课 就是我自己的失落功课 将A4值折成四个区块 然后在每个区块里面呢 请你回想 你生命中是否有遇过相关的失落 有遇过死亡的失落吗 有遇过实质性的失落吗 还是有其他的失落 然后把这些失落的事件呢 填进这些区块里面 然后填了之后呢 如果你还有时间 你愿意再进一步看看 自己的失落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动作 就是这个第四的 想想每一个失落的背后 是否有刺激的失落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说 刺激的失落是 当第一个失落发生了 它是连续发生的 你感觉到的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的失落 你可以在这个纸上 比如说你写了 那你可以在旁边写 这个失落是我失去了父亲 然后我的刺激失落有什么呢 你可以慢慢回想 在你生命里面 这个失落 就是构成了哪一些 第二层第三层的失落 所以我们有一个机会 可以慢慢的去靠近 我们的失落跟悲伤 然后我们才可以慢慢的去 走进这个疗愈的旅程 那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 欢迎可以就是写电邮来 这个地址 counseling.unilinecity.gmail.com 好 刚刚我们课一开始的时候 请大家在纸上 写一写你对悲伤的形容词 那我现在请你回看一下 你刚刚是怎样去形容 这个悲伤的 那也请你想想 你现在还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形容悲伤吗 还是你有不一样的形容词了 所以刚刚写的那张纸 你可以再拿回来 再看一看 看看你听完这堂课之后 你如果能够再增加一些形容词 或者你要否定之前的形容词 看你是怎么想的 所以这个也是你可以在课后 再慢慢去思考的部分 好 那虽然好像生活中有很多的失落 可是其实这些失落的背后 其实都是一份爱来的 那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下一堂课 见面的时候呢 我就会跟大家分享 一些关于失落会引起的反应 那今天课就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